大家好,我是微光眼鏡的長工 歡迎來到微光實驗室 我們這個主題呢 我們要來破解一個網路上的迷思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不是我家廁所 也不是我的浴室 這是我店裡面的洗手台 那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店的超音波 那我們今天要破損迷思是什麼呢 我那天看到網路上一個論壇 在討論到 超音波會不會破壞鏡片的多層膜 鍍膜 下面講的有腳有手 什麼多恐怖又多恐怖 超音波會傷鍍膜 看到差點從椅子摔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還有一個留言 他是眼鏡行 眼鏡行有什麼呢 他說 尤其是水銀鍍膜 會怕超音波 他還拿了一支 就是他那個就是被超音波震過整個鍍膜脫落的一個照片貼在上面 OK 所以我今天就來破除這個迷思啊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是我們店的這個是營業用的超音波 那這邊這邊有個開關 這個是他可以調強弱 弱的話我們聽一下聲音喔 如果是牆 有沒有那個聲音會比較大聲喔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用牆 然後來呢 我們用了四個東西我們來做一個測試喔 第一個 這兩副都是我的眼鏡 這個我相信這支應該大家有影響吧 之前有開箱過 我先介紹 這個呢 羅敦斯德 1.67個人化 減壓鏡片加變色 這副鏡片市價超過2萬 OK 好 推下去 這個相信之前有看過我開箱就知道了 這是我的有測試太陽眼鏡 這個是蔡絲1.6水銀鍍膜 我們要拿就拿高級一點的 下去 再來呢 這個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清楚這裡 這個是羅敦斯德的水銀鍍膜的一個樣品片 為什麼沒有眼鏡呢 因為他一樣啊 跟蔡絲一樣水銀鍍膜都不做1.67的 所以我沒有配啊 所以這個是 羅敦斯德的水銀片 來下去 再來呢 還有人問 偏光 會不會 超音波會不會把偏光 震壞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偏光變色片 為什麼用偏光變色片 因為 一般的偏光片銀色太深 如果說真的有震壞 那個偏光層有分離有沒有 看不清楚 用這個變色片 它幾乎有點透明 就可以很清楚 來 都下去了 好 然後我們這個是可以計時的 我們直接 來喔 用牆 然後我們震5分鐘 那 這5分鐘時間有點長 等一下我們影片的後製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快轉 如果不能快轉 給各位就自己快轉 反正 整個實驗一盡到底喔 來 幹嘛都可以 我們就等5分鐘到 好 那我們後製如果可以快轉 我們就快轉 不能快轉 就各位自己快轉 來喔 OK 好 現在5分鐘到啦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看 來 這是我的羅頓師的變色鏡片 我們清水稍微沖一下 來 各位注意喔 我要做一件事很恐怖囉 我要拿面紙擦鏡片喔 這也是你們網路上俗稱 會上鏡片的 我就這樣擦 各位 多層膜 完好如粗 這個就更明顯來 菜絲的水銀度磨鏡片 一般 像我們這個震5分鐘 是真的震了很久 一般正常來說 不會有人震這麼久 通常30秒就差不多 那5分鐘就遇到什麼呢 就是有的那個眼 那個眼鏡喔 真的髒到嚇死人 有沒有 那個 那個等一下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 我還要聊這個問題 因為那天遇到了一個 讓我很崩潰的客人 哈哈哈哈 有沒有 OK 天光鏡片 OK 你看鏡頭 今天鏡頭比較低 不習慣 來 水銀鏡片 OK 完全都好好的 所以 所以喔 這種超音波 它不會去傷你的鍍膜啦 那當然 如果真的 你的鍍膜 因為超音波震了之後 產生問題 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如果說 鏡片是新的 那可能是這個鏡片 本身有問題 然後 不然就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可能你這個 鏡片已經很舊了 它本身多層膜 早就已經 本身就已經都有歸裂 還是怎麼樣 下去震 它只是壓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然正常來講 以一個正常鏡片來說 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啦 我們剛剛看 我們用 強度 強的 而且營業用的 超音波 再來呢 我們震了五分鐘 OK 所以 各位不用擔心啦 好不好 那我們順便聊一下 就是說 超音波裡面 我們加的是什麼呢 就是水跟洗碗精而已 OK 好那 那至於 有的客人會問我說 家裡面有沒有需要買超音波 其實 我自己家裡面也沒有買超音波啊 那 超音波洗跟你在家裡面自己清洗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 我們平常在家裡面自己清洗 其實 我們用水跟洗碗精 清洗 其實表面都可以清得非常乾淨 那你久久 來去眼鏡行 用超音波震一下 最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超音波最主要 它的功能是什麼 把一些細縫 像這種 鏡片跟鏡框 中間卡住 還有 鼻電這種細縫 有沒有 裡面的藏污 給我震出來而已啊 所以他只是 可以把細縫中的東西震出來 OK 所以 各位不用擔心啊 如果說你們有買的超 超音波其實 不只洗眼鏡啊 還有你們一些 手飾啊 一些 一些比較好的手錶 記得那個手錶是要有防水功能的 你不要拿一般手錶下去震的 那個不干我的事喔 像 我朋友他們有在玩一些機械錶有沒有 他們有一些 他們有些像勞力士什麼 可以潛水 他們都拿超音波在震 至於 手錶我不是很了解啦 但是他們說像錶帶 那種 像勞力士的那種錶帶 不是說一緩一緩的 那個用這個震就可以洗得很 很乾淨 所以 各位你們在使用超音波 不要再被網路上一些 謠言所騙的啦 那個真的 沒有沒有問題的啦 我都敢 拿 這麼貴的晶片下去 贈給你們看了 好不好 所以 希望 這個影片這個實驗可以讓 導致大家的一個迷思啊 OK 謝謝各位